大家好,我是San Da Lili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看到背景又知道什麼事 就是煮東西吃 我今天會教你們做一個印度薄餅 但是裡面是有餡的 就是一個小豬薄餅 那我們現在先去intro 很多人經常都會跟我說 我去到印度餐廳覺得Nan很好吃 但是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普通印度人在家是做不到Nan的 因為我們要做Nan是需要一個很特別的爐 而是需要很大的地方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在家都會做Rodi 或者Berrata 這兩樣東西是用麵粉做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需要的材料就是 印度奶油 一塊煮熟的薯仔是軟的 一塊薯仔可以做三塊薄餅 全麥的麵粉 還有少許水 要鹽 芝鹽粉 羅網子粉 芫荽粉 紅辣椒粉 還有Garam Masala 印度綜合香料 可以去任何超市都可以買到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教你們 但是我當然要有一個特別的嘉賓幫我 因為我真的不懂得煮東西 有誰可以教我煮東西吃呢? KU也不懂得煮東西吃 我爸爸也不懂得煮東西吃 女兒也懂得吃 就是生得你媽媽了 今天我們要煮什麼 我們要煮阿魯巴辣 阿魯巴辣 阿魯巴辣 你已經煮多少年了 比30年了 你女兒可以煮嗎? 沒有 好 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有全麥的麵粉和少許水 媽媽首先會用很少水 攪拌入麵粉裡面 好 媽媽就建議去印度超市買這個麵粉 因為她說白街或其他地方 麵粉的質感不太好 如果做印度薄餅的話 這個很簡單 我可以做這個 試一下 你會不會做 如果我們現在做三塊薄餅 我們需要多少糖 我們需要 如果你們要做一碗薄餅 如果你們要做四碗薄餅 你需要一碗薄餅 一杯全麵粉 超容易 試一下 你們就可以在家製薄餅了 哇 第二個步驟就是 Mash the potato 即是做碎薄餅 記住這個薄餅是煮的 即是一個soft potato boiled potato like mashed potatoes 然後炒餅 然後炒餅 接著就到 我們要加香料了 OK 為一個薄餅 我們會加幾多 What is this? 芫荽 芫荽 半小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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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s ip 不是我煮東西 是我媽媽煮東西 然後我就幫她拍 你看到我們已經弄好了薯仔 還有弄好了麵粉 下一步驟就是 我們現在先開爐 讓爐有一點熱 之後我們就可以在旁邊做薄餅 我們拿了麵粉之後 就要灑乾的麵粉上去 搓到它好像薄餅 其實跟做薄餅差不多 還是要做薄一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 餡 對 和芝士薄餅 你可以加進任何東西 可以加進糖 可以加進蔬菜 加進巧克力 芝士 但我覺得薄仔最好吃 Potato is the yummiest 對 那它做到好像整個雲吞之後 又做平它 對 它是像雲吞 印度雲吞 嘗嘗 嘗嘗嘗 嘗嘗 媽媽說要做到 很薄很薄 很薄很薄 但你不要弄到它穿洞 嘟嘟嘟嘟 為何你不加油 不再讓它煮熟 在背面上 然後我們移動 然後我們移動 喔 然後就可以加一點印度奶油 所以它會移動 然後它會移動 所以它會移動 所以它會移動 否則有很多芝士 會使用 這不是健康 加一點奶便可以了 加一點奶便可以了 加一點奶在角邊圍著 薄餅加 然後 就翻了它 嘩好香啊 這個就是我的早餐 這個就是我的早餐 如果你煮熟火 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油 不太好 如果你煮熟火 的話 它會不會煮熟 所以 低火 低火 嘩 讓你們再看一次 加了餡 真的 真的 好像 雲吞 那樣包 我來 Show them 雲吞 雲吞包 然後就煮邊它 它很像 薄餅 對 你應該用手 好 可以 可以 那意思 可以 如果我想吃 已經喝到東西吃 那我的時間就要很短 你可以 不行 我就要戴手套 哈哈 如果我煮印度食物 我需要去 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 即使你走 對吧 所以 為何 我打算 嘗試自己 做另一塊薄餅 不可以 可以 轉 好 現在 你需要 放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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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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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加了很多奶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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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媽媽做好一點 完成了 好 好 好 糟了 我真的加了很多奶油 我現在可以吃東西了 多數我們吃任道薄餅 即是吃薄仔薄餅 或者如果你想加其他餡也行 多數我們都會點 我上次教過你們做的薄荷醬 或者乳酪 我就兩樣東西都有齊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點多點東西吃的 唉 覺得好 香 真的 沒有吃早餐 現在要吃東西了 新德里有一條街 叫做Bia Kewa Ligali 那條街是專門吃薄餅 每一間小店都會有不同的薄餅 有不同的餡 我們每次都會去 然後會吃個鏡頭飽 但我始終覺得薄仔是最好吃 我小時候媽媽會做芝士薄餅 或者做不同種類 但是Potato is the best 而且真的很容易做 我沒想過15分鐘就可以做到一個早餐 快 漂亮 正 而且需要的材料也不是那麼多 因為我知道其實很多時候買香料是比較難的 但其實這些香料也是比較普通的 而且你可以做墨西哥的食物 或者意大利的食物 也可以用這些香料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的 你只吃 需要五六種香料 而且這些香料真的不貴 你去尖沙咀的印度超市買 真的很便宜 好像上了天堂 那條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在mama's kitchen 有什麼特別的印度菜 又想學習的話 記得在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要繼續吃東西了 Bye Bye 咦?你們還沒走 走之前記得留言 like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下次再見 Bye Bye